首先帶來看到是地牛翻身 是全臺都有感 就在下午的五點四十六分 發生了瑞士規模六點零的地震 地震深度是十九點四公里 正央是位於臺灣東部海域 最大震度的宜蘭縣 臺北市新北市是有四級 而包括新北市三重是發生了多起 民眾一度受困電梯的災情 而臺北地檢署則是有瓷磚掉落 砸中了一名律師 所幸沒有大礙 而臺北市的大安區和新北市的三重區 則有發生局部停電的事故 臺電已經派人搶修當中 天花板的吊燈劇烈搖晃 水租箱的水也不斷晃動 地牛翻身全臺有感 宜蘭震度有四級地震當下 咖啡廳的臺燈搖晃 民眾察覺有意 趕緊離開店裡 而在新北三重 發生民眾疑似因地震跳電 受困電梯 索性電梯回復正常 順利脫困 此外 臺北地檢署等候開庭區的瓷磚 震到掉落 意外雜中一名律師 並無大礙 中央氣象局發布 三號下午5點46分 發生瑞士規模6點0地震 地震深度19點4公里 震央位於台灣東部海域 最大震度在宜蘭 以及雙北都有四級 台中花蓮新竹桃園彰化 則是三級 南投台東苗栗嘉義雲林二級 高雄台南屏東澎湖則是一級 台北監獄跑馬灯顯示 受地震影響 列車先踩慢速行駛 全線在晚間6點 回復正常營運 車列則回應地震沒有影響 列車運轉 至於機場捷運 指示全線列車立即停車 降速40公里 執行車巡作業 預計延誤四分鐘 確認無疫症後 將恢復正常營運 你才就掉到頭而已 地震中心指出 這次地震受到引墨板塊推及所致 針對北市震度達四級 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已提升為強化三級開設 公務 都發 產業及消防局立即派員進駐 其他各單位內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立即展開查報救災工作 記者總結 謝謝 謝謝鄭林 謝其問 太陽了